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结束的CBA联赛 北京手钢队客场挑战深圳马可波罗 这场比赛经过了一场双加时 手钢队艰险获胜 受到伤病影响 方硕本场确证 刘晓宇提倡先发 手钢队在赛季之初就是困难通通 深圳这一边萨林杰一头红发 格外显眼 给人一种来势汹汹的感觉 手钢这边进入状态还算比较快 张才人和汉密尔顿连中两季三分 比分很快就上了两回数 随着长林这次非常强硬的上篮得手 北京手钢队在首节反克为主 取得了20比14的领先 来到第二节 手钢队突然断了电 三分半的时间当中一分未得 深圳队趁势打出一波10比0的小高潮 伯顿传球到位 萨林杰反击速度快 做客的手钢瞬间陷入被动 困难的时候 大汉挺身而出 他先是在防守端 送给了对方小外援伯顿一记火锅 而进攻端 他还上演了一次独闯龙坛 单臂爆扣的好戏 手钢队找回了一些气势 当然 对面的萨林杰更强 他凭借着个人能力 直接打出了手钢队一个暂停 这个红头大个 让人有点头疼 下半场比赛 手钢队没有断电 而且每个人都是火力十足 且看这次进攻 杰克逊的突破 加快了节奏 球动人动 手钢队打出了赏心悦目的团队篮球 汉密尔顿轻松上空篮 为这次进攻画上了句号 不过手钢队很快就诠释了 断电只会迟到 但从不会缺席 进攻上频频传球失误 防守端拿对方内线毫无办法 第三节结束 手钢队落后了八分 末节决战 手钢队还是在防守端出了问题 他们让对手多次得到轻松上篮的机会 这个局面就很难办了 好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朱燕熙突然找到了准星 三分开虎 分差只剩下了两分 最后28秒分差还有两分 小川篮下接球 他连续两次上篮 被萨林杰封盖 红头大个还做出了 穆大叔的招牌动作 好在球权还是手钢队的 暂停回来 杰克逊单打得手 比分来到88分 比分也是打平 进入到加实赛争夺 加实赛上手钢队先输后赢 两队从88平打到94平 仍然还是没有分出胜负 比赛进入到第二个加实赛 第二个加实 王潇辉突然闪光 他打成了一次三加一 手钢队瞬间拿到五分的领先优势 而在下一个回合 段江朋友站了出来 他的三分球手起刀落 分差来到八分 比赛终于失去了悬念 最终手钢队双加实 艰难击败深圳 拿到了本赛季的首场胜利 体育频道综合报道 外线带头